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一份美国外交电文显示 一名参与1989年六四屠杀的士兵透露 中共当年造谣说有上百士兵遭到学生杀害 诱骗当时参与戒严的军人向人群疯狂扫射 六四遇难者家属呼吁 更多参与和了解六四屠杀的人勇敢地站出来 还原历史 还原真相 这份电文是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于1990年3月26号建党的 距离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还不到一年 电文揭示 一名领事馆工作人员在返回位于浙江省农村的家乡时 听到同村的一位母亲转述了她的儿子亲身经历的六四屠杀事件 这位母亲描述 她的儿子是当年参与北京戒严的第38军的士兵 1989年6月4号 她的儿子与战友原本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朝天鸣枪示警 后来上面传来口信说 有100名士兵失踪 很可能已经被学生们杀害 部队迅速清查人数 确认少了100多名士兵 电文说 这名士兵与战友因此变得非常愤怒 以至于当接到上级的开枪命令时 他们启动机关枪朝人群扫射 仅仅这一次行动就有超过1000名普通老百姓被打死 他们的尸体随即被士兵们用汽油焚烧 然后被直升机运走 这名士兵无法想象的是 那些当时号称失踪被杀害的100名战友 其实并没有失踪 后来又全都出现在部队中 意识到自己被诱骗开枪杀害平民之后 这名士兵感到非常痛苦 在六四屠杀中被坦克追杀 碾断双腿的受害者方正对新唐人表示 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那些士兵当时变得那么的凶残 甚至开着坦克追杀学生 他这一点现在解释了就是 普通士兵应该是有良心的 所谓的人民自立兵 怎么会那个时候不会 对老百姓打狠手去进行这种开枪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他们得到了一种坚决的命令 他们军人不服务不服务 还有一个就是确实在中共 或者是在军队当中 有这么一些人 或者有这么一个因素是 要挑逗起士兵对平民 去对学生对士兵的这种仇恨 方正指出 中共当局习惯于先制造仇恨 然后再进行屠杀 而他挑动仇恨的手段是多样的 比如当时就曾经发生过 所谓个别军人被暴徒杀害的事情 所谓的暴徒对士兵的这种残材 也许最先挑逗的人 就是很长的一些便衣 一些叫做什么呢 有执行命令任务的人 所以这一点我们现在在其他国家 比如在埃及变中 他们也遭到了很多便衣 而这些便衣所起的作用就是要 制造混乱 制造流血的这种冲突 制造口食 给这种镇压 制造口食 制造机会 电文还揭示 这名士兵在大屠杀之后的休假期间 被命令不得在村中 对任何人谈起军队中的事情 他的母亲也被要求保持沉默 至今为止 对于1989年的这场对请卷学生与民众的大屠杀 因为中共的封锁人们一直很难获知确切的死亡数字 六四学院领袖 现旅居美国的风从德 经过多年调查后认为 大约有3000人被屠杀 有人则认为应该多达上万人死亡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 李谦 孙宁采访报道